現在試試一條新路 由屯門 大家拍到那個牌沒有? 由屯門去東涌 知海及澳門 我們現在去東涌 去機場 新的一條路完全沒有人走過 因為新通車的緣故 所以我們剛好就在屯門這一區 然後就想去迪士尼 走一下遊一下 放鬆一下 所以我們決定走一次這個新路 完全沒有試過 這個燈 你開過嗎? 這裡呢? 好緊張 我想說我整年沒有進過機場 終於走到一些向機場進發的路 這條是新路的 你完全沒有試過 今天我和你是首次通車 我們要揮手 對 揮手 揮手 昨天林鄭走過 我不管她 不管她 你拍多少呢? 揮手先嗨 要剪彩 這條就叫做 拍到門口 屯門車立的隧道 屯門車隧道 屯門車隧道 真的難聽 屯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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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的尺字 都不尺尺 感覺都不太新 最長的海底隧道 現在是海底 海底來的 對 海底來的 跟平時那些路 那些隧道差不多遠 那內裡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 因為它現在 其實屯門和 這個東涌是對岸 對岸來說 以前必須要經過清魚幹線 才可以去到 就是剛剛一個U字 現在它又通了車 這個海底隧道 屯尺隧道之後 就省了很大段路 即是可以疏通到屯門公路 以及這個丁九橋 以及這個清魚幹線的 北大嶼山高速公路 那裡很塞的嗎 不塞的 但是舒緩 譬如說 由深圳灣過來的車 或者由福田口岸過來的車 就可以經過這條路去 以及配合港珠澳大橋的路線 都是由屯門這裏發展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在走 可能日後有機會開車去澳門的話 這條也是由這個 新界南 即是屯門這一區 去到珠海澳門最快的路 哦 是不是很詳細 是很詳細 謝謝你 沒有客氣 請給你 20元一位 麻煩你 如果遲些 例如我們去通關 是 那這條就是很小很用力 是啊 會是的 因為它在深圳灣 其實現在那個過關的人次都很貼近 和黃岡 因為都很多人經那裏過 因為福田 南山一帶 即深圳那邊的地區 那邊都是重點發展的有錢人區 所以呢 他們由那個地方來香港最直接 或者去澳門 那經這條路是最快的 哦 我都很抱歉這條路是怎樣去澳門 如果真的可以去到澳門就好了 現在去不到的了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去 我們就要先找酒店住14天 OK的 或者它安排了一些 我們揮手就行了 剪賽 是啊 如果我們走錯關就真是可憐 蛤 是啊 我們走錯的嗎 是啊 會的 你走錯了去了澳門 那這樣我們在澳門關口 已經要被扣查14天了 哇 到時就打電話回家 駕駛都不用巴士了 可以休息14天 我計算一下 過這條路要多久 很久啊 因為這個是全香港最長的海底隧道 不知道它建了多久呢 其實它建了我也不知道 因為 因為我知道這裡有一條隧道 但是我不知道是通到機場 現在我終於由於昨晚的新聞 我們就發現了 而且今天通車好像是免費的 蛤 是啊 如果不是應該要付錢的 如果不是 現在清魚幹線都是免費的 今天 27號起 那就是 因為原因就是這條路通過車 但是27號起的嘛 即是日後 不知道是不是到什麼時候 如果是就好了 整個 整個去機場那條路線 是不需要 其實走很遠 我們 看看 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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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我們去澳門珠海 我們去機場還是東沖 就是機場 現在去機場 不是嗎 東沖 東沖 我怕你進了澳門 因為我們要去的士尼 看不看到的士尼在哪裏 是啊 在東沖那裏 可不可以去機場才有的士尼 會不會很遠 會啊 OK 明白 好 是不是走完了我們 我們走完了 我們已經過了你 先分享 Langtau Island 大嶼山 就是我們剛才由新界 屯門 就過了來 走了多久 走了大概五分鐘 五分鐘 是啊 用五分鐘時間走過來 是啊 那很快 因為如果真的走千魚幹線那邊 這裡右手邊去澳門 是啊 他進去澳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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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如果在千魚幹線 我想要多成 七個字 35分鐘 現在我們用了五分鐘 五分鐘 這條舊 厲害啊 這條通道 真的 看這條路 你看看多棒 全程走80 而且是新的 新的 正的 正的 沒走過 正的 看一看夜景 看 雖然進不去 不要緊 在那邊聽聽附近的音樂 都頗舒服 不過這條路 真是誠意推介 由澳門去到機場 或者去到迪士尼 一條新的高速公路 非常之重要 沒錯 試試吧 拜拜 拜拜